第二个梦,梦到大海旁边,海港,海港就是那个港湾,逼风港,有去驻驻大船,船大到来像航空母艦那么大,船上面有充满了年轻人。 我在上面,我看了一看,船满了,船满了的,船满上面都是二个几十个,三个几十个,四个几十个,我吃的主义都很少了,像我们的八卦,苍苍的老爷爷,寧官的老婆婆都没有几十个年纪大得很少。 很多人,怎么那么多年轻人啊,我们旁边的人,我和同志,怎么这些船那么多的人,怎么年轻,都是年轻人啊。 他说老爷爷,你不知道啊,这是心灵法门的法床啊,看见了吗,我已经进行了,心灵法门都是年轻人,年轻人很多。 心灵法门现在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是年轻人啊。 对啊,我们发生的时候,我是红河区,我是个人户,自修的,自修的,自修的,我跟老婆自修的,没有发现供修书,但是我们发生里供的供修书,好。 我们在哪里地方进,我们就在哪里地方进化。 那我们到供修书发生的时候,你看到那供修书的人,一刻都没有年轻的人。 我属于一属,发来几个人,里面都有三个人是老的。 看见了吗? 第一个是我,去了三岁,第二个我老婆,二十九岁,还有一个人是九十岁的老爷,老奶奶。 我跟你们讲了,心灵法门现在完全不是说什么迷信啊,它完全是一种让年轻人能够开悟,懂得人生,生活能够有智慧,能够怎么样懂得爱护现在的所有的自己拥有的东西,爱护自己的国家啦,爱护自己的人民啦,懂得怎么样生活,懂得化解冤结的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法门啊。 对啊,这个法门有差点,就是。 你说有七艘像航空母舰这么大的,里面命运妈妈的都是青年人,说明台长现在救的都是青年人多啊。 对,对。 嗯。 第一个梦,梦里德卫师兄和很多师兄们,跟着师父看了法床。过不久,因为德卫师兄的古人迅速都剩下,他自己人生败均匀。 其实,半口迭得很想放弃,这时德卫师兄就梦到第二个梦,到梦里师父把一个窝交给德卫师兄,这个梦定的含义是表达什么? 我呢,首先呢,非常的理解你,你已经很不容易了,你把这些东西看了,练了,所以你这次呢,打经电话的这个国语啊,这个普通话进步很大,标准很多。 啊,啊,啊,在你的原有基础上很好,但是呢,因为你问的问题呢,有些比较复杂,啊,讲的话呢,我还是有点听不懂,但是呢,我把听懂了呢,先跟你讲。 主要的意思,要鼓励他,他能够梦见师父跟带他上法床,还有很多同修,那这说明他最近修行修得很好,明白了吗? 明白 后面我就没听到,听不大清楚,明白了? 明白了 哦,没有他讲,梦大师父把一个窝交给德卫师兄,一个窝啊,一个窝啊 窝是什么窝啊? 土菜的窝啊 什么? 那种,土菜的窝啊,包那个汤的窝啊 啊,锅,不是窝,是锅 锅,一个土菜汤的锅 啊,给他的锅的话,就是叫他赶紧做功德呀 锅是一个,啊,煮菜的工具,煮了菜之后给人吃的 给他锅,就是说明叫他要工,功德赶快放进去啊 没有功德,你怎么煮的时候,煮得住菜出来呢?明白了吗? 所以这个窝,你现在明白吗?这个窝 嗯 明白了 好了 嗯,还有一个就是也是那天的梦,说,呃,是我坐到我在一个码头边,好像在吃东西,然后,呃,有一,有一,有一艘渡船嘛,嗯,然后快关门了,我就跳上渡船了,啊,跳上渡船以后,后来我看到,我看到开船的是您卢台长,哈哈哈哈,发船 然后,我觉得好像很幸运的样子,然后,这个渡船就开了,开了,开了,开到一个,好像一个像收费站一样的地方,嗯 然后,卢台长,你头回过来,你说,谁有,谁有,呃,五毛钱,嗯,然后,我就说人民币行吧,嗯,然后,然后,你说人民币要三块,哈哈哈,后来我就给了你三块钱,啊,这就是你们的功德呀,啊,也是 哎,坐上法船要功德呀,很简单的,啊,如果你坐上法船没功德,你坐不上法船的,啊,啊,词航普渡啊,这就是航船的,我觉得很幸运,在关门的时候跳上,那你就是末法时期登上了心灵法门的直船了,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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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很多人都是很幸运的,很多人就是一辈子都摸摸,西摸摸,东早,西早,找自己这个野区,那个野区,什么地方都去,对,有些人很好玩的,只要见,见了这种, 这种宗教的东西,他都喜欢,但是他最后不知道学什么东西,对,啊,到现在最后学到了,他知道,哦,心灵法门是对的,啊,啊,对,啊,对,真的,我真的很幸运,我,我因为是,呃,一年动的手术嘛,然后当时还算好,那个,还算比较早的嘛,那么后来,后来一开始我是修,修那个,修念地藏经,哦,明白了,明白了,后来,后来在, 过了半年左右,遇到,遇到您的法门,后来我就,我就觉得您的法门很好,对我很合适,啊,我就修了,嗯,你想想看,这个法门对很多人还很合适呢,所以你还是要度人的,听得懂吗,对,我,我,你知道,你知道度一个人,那是非常有功德的,啊, 啊,这功德无量的,啊,嗯,所以你要,你要,你以后到了六十四岁的时候,你要跟关心不上说,啊,关心不上让我增加阳寿,啊,我希望能够在人间多度众生,啊,做,关心不上牵手牵眼,我要救度众生,关心不上你多给我眼点寿,啊,我告诉你这个理由最好的,但是都是真的,我不是说你们假的,啊,嗯,明白了吗,嗯,嗯,好的,嗯,好了,嗯,我明白了,啊,好了, 我们生活的朋友对吧,不要 universeòn 我们生活 leopard对拈文章 我们生活的 Bot si体惯 想生活的囪佛